欢迎来到美厅,从底层翻身的低步远离熟人。 作家刘永斌曾坦言,自己有过一段特别迷茫的时期,每天的生活都像是按部就般,毫无心意。 他渴望改变,却又不知该从哪里入手,他感觉自己像是陷入了一片黑暗的沼泽,无法挣脱。 直到某天,他偶然间看到一句话,顿时如梦初醒,那句话是,当你身边一直围着你所熟悉的那几个人,接收你所熟悉的那几个观点和认知,你凭什么认为现在的你,能够比过去的你,拥有更好的生活。 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,瞬间划破了他心中的黑暗,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的问题所在。 他总是在固定的圈子里打转,接触到的都是相似的观点和认知,这让他感到舒适,但也限制了他的成长。 他意识到,如果想要改变,就必须跳出这个圈子去接触不同的人和事。 一个人的水平和段位,往往取决于他身边的人。 真正优秀的人,不会一直陪着你在底层徘徊,他们有着更高的追求和目标,不会满足于现状。 因此,想要从底层翻身,就必须远离那些熟人,这并不是说要和他们断绝关系,而是要主动去接触不同的人和领域。 只有这样,才能拓宽自己的视野和认知,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。 一提起苏巡,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是苏氏的父亲,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巨家。 但实际上,苏巡并非一开始就是人们眼中的大文豪。 在他年少时期,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不学无数的纹固子弟,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。 然而,当他27岁那年,苏巡突然意识到了自己不能继续这样荒废人生。 于是,他下定决心要闭关苦读,追求学问。 后来,有一次,一位朋友前来拜访苏巡,管家告诉这位朋友,主人正在读书,不能见客。 朋友表示自己并非一般的客人,而是苏巡的熟人。 然而,管家却回答说,主人特别吩咐过,尤其是熟客,更不能见。 周岭曾在《认知觉醒》中提到影响一个人最大的三个因素,习惯、认知和离你最近的人。 培养一个好的习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,形成完善的认知体系更是需要数年的积累和沉淀。 但是,如何对待身边的人,尤其是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人,却只需要我们的一念之间。 远离熟人并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人生,但却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,把时间用在真正能够改变自己生活的事情上。 当我们不再被熟人的琐事所困扰,我们就能够更加专注于自我提升和成长,让自己变得更加出色。 学者张宏杰还在银行上班时,有次邀请朋友回家吃饭。 快到家时,他却在一个弄堂前停了下来,然后他带着朋友绕了十分钟的路,才到他家的楼下。 朋友不解,是那个弄堂正在修路吗? 张宏杰却笑着回答,每天这个时候,我的朋友们都会在弄堂里打牌下棋。 只要从他们面前经过,我就经不住他们的邀请,准要坐下来玩上个把小时。 所以,整整七年,张宏杰没有踏足小区外的弄堂,也没有见过弄堂里的好友。 但正因为他把曾经每天花在弄堂里的两个小时,用在自己的书房里, 他最终实现了从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,到一位知名历史学教授的蜕变。 熟人之所以成为熟人,是因为你们共同经历过一些事情,形成了某种默契和信任。 然而,这种默契和信任,也可能成为束缚你的枷锁,让你不敢轻易改变。 因为改变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平衡,可能会引起熟人的不适和反感。 因此,当你决定要做出改变时,离开熟人圈是你最好的选择。 这并不是冷漠无情,而是对自己负责。 网路上有个讨论量过百万的话题,为何不能总跟熟人粘在一起? 有个回答获赞无数,他们只会讲你喜欢听的话。 评论区里有两个真实的故事。 网友Kiki毕业后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,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,但工资却低得可怜,只有同行业大厂实习生的水平。 尽管如此,他却很认可公司创始人的能力和理念,认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。 然而,面对微薄的收入和辛苦的工作,他开始纠结是否应该继续留下去。 就在他纠结的时候,一位朋友开解他,不要为了工作,委屈了自己的生活。 自以为深受启发的网友立刻辞职,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创业公司,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更轻松,工资也更高的工作。 然而,不到两年时间,那家创业公司宣布上市,就连当初他带的小弟都实现了财富自由。 还有一位匿名网友,毕业两年后,在一家公司做前台。 起初,他想着多存一些钱,以备不时之需,但同事们热衷于聚会,逛街,他也经常被拉着一起。 每当他面露蓝色,同事们就会开导他,年轻时就该享受,不然等老了有钱也玩不动了。 听多了同事们的经验之谈,他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,开始毫无顾忌地花钱。 他觉得自己年轻,有资本享受,存款什么的,都是以后的事情。 然而,好景不长,他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,每天都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。 这使得他因为没有存款,焦虑得大把大把地掉头发,每天都在为医药费发愁。 很多时候,那些和你朝夕相处的人,并不是有意成为你人生的绊脚石。 他们和你共度了许多时光,和你拥有相似的三观,所以他们的建议往往更倾向于让你保持现状。 在他们身边,你常常能感受到被理解,被认同的温暖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种舒适感可能会让你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,让你在平庸的生活中度过一生。 红杉资本合伙人道格·莱昂说过这么一句话, 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如此贫穷,直到我赚了一点小钱。 什么意思呢? 原来道格经营过一家门店,并且靠自己的努力使得生意蒸蒸日上。 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,他有机会接触一些投资圈的新朋友。 他们常常能用一顿饭的功夫,谈成上一美金的生意。 而这,相当于道格辛苦开店一百年的营业额。 他这才意识到,自己在过去的圈子里算是混得最好的那个。 但在这些人眼里,他和他的那些老友仍是身处最底层的一批人。 努力奋进不是为了在熟人面前耀武扬威,一直和井底的青蛙为武,你就算跳得再高,也跳不出那口井。 画家米勒从小就被周围的人称作绘画天才。 在赞美声中长大的他,对自己的绘画水平深信不疑。 可尽管朋友们的赞誉不绝于耳,他的画在市场上却一直无人问津,根本没人买。 因此,他的生活更是穷困潦倒,一度陷入困境之中。 最艰难的时候,他甚至要拿自己最得意的作品去换一双别人穿过的鞋子。 这让米勒深受打击,他不明白,为什么自己的话就是没人欣赏呢? 35岁那年,米勒决定离开这个生活多年的城市,去四处游历,寻找新的灵感。 游历途中,米勒遇到了科罗、特罗戎等印象派大师。 他们的作品让米勒眼前一亮,他忽然意识到,自己的画与大师们的作品相比,还有很大的差距。 以前朋友之所以会觉得他的画好,只是因为他们从未见过更好的画。 这个发现,让米勒深受触动,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绘画之路。 从此,米勒更加热衷去四处游学,主动结交比他更优秀的画家,虚心向他们请教。 而在和他们交流学习的过程中,米勒的绘画天赋得到了最大的发挥, 他的画迹也突飞猛进。 钱腾讯副总裁吴军说,当有一天你觉得身边的知己变得越来越多,你就要有所警惕了,那是你的人生被紧紧困住的征兆。 贵人,从不以熟人的形象出现,机会也不会来自熟人的馈赠。 离开你所熟悉的环境,主动接触层次更高的人,才能照见自己的狭隘和不足,将差距化为进步的动力。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提过一个潜水理论。 潜海有小鱼,深海有大鱼。 当你发现周围总是簇拥着一群小鱼时,不管你游出多远,你都仍是在潜水区徘徊。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,你永远不能指望那些和你过着相同生活的人,能让你的生活进阶到更高的水平。 离开那些人,才意味着你将迈入新的阶段。 订阅美听,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。